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騎車行經大同安溪街 準備回家 槍手竟從他背後 僅僅距離三公尺開槍 但第一槍射偏 射中旁邊香爐 第二槍則卡彈 劉丁柱聽到他準備開第三槍 再拉滑套 卻緊張到吊子彈 最後槍手慌張逃逸 當時年輕槍手 就埋伏在台北橋下 等到劉丁柱回家 立刻朝他偷襲開槍 但沒擊中之後呢 他也往這個方向 徒步逃逸 2010年貓籃赴始 劉丁柱捲入附近商家 經營權之鬥 遭警方辦組織犯罪 跟恐嚇取材 當年的大喬幫幫主 現任台北市 友誼協會理事長 現在主要重心在 鎮頭事務 以前搬那小孩 不過我也是政黨的那樣的 執任當然我執任 我自己不願意 不願意不願意 我看超級好 與誰結怨 劉丁柱還沒有頭緒 但對方恐嚇意味濃厚 埋伏近距離居殺 背後恐怕不單純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 對象查契 三順正想的王家衡 台北報導